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咱们 这边的话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第三个精疲碎片是怎么获得 首先的话就是每周会有每日任务跟现实任务 然后可以领取记忆碎片跟精疲碎片 另外呢在活动商城这边的第三周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记忆碎片去兑换一个精疲碎片 那这样子的话有两个了 那第三个怎么获得呢 我们看一下活动说明 首先这是第一周的活动时间 它每周的话会进行一个重置 然后大家的话就等下周开启之后呢 这个下一周的现实活动就会重置 然后大家下周完成之后就可以领取第三个精疲碎片了 这个活动的话持续时间是四周 也就是在这个活动期间 大家大概应该能够获得四加一应该是五个精疲碎片 总之大家不用担心 它那个现实活动的话 这边有写就是在活动期间内完成 这个指的应该就是每周的活动期间内完成 然后现在只是第一周 大家不用太担心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